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冠 今天我要来介绍的是 洗衣片 而我们现在要和你讲解的是 这三款 市面上在中用的洗衣粉 洗衣液 而现在我们的产品洗衣片 它们三种的分解功能和分解的速度 都是有差别的 第一个是洗衣粉 倒下去 但是我们这些马上就直接沉淀了 再来我们就是洗衣液 沿着四油 问题是好像只是在一步 再来就是我们的洗衣片 我们的洗衣片通常一片一片碰到水 大概会是需要七秒钟 就已经可以完全的分解 而我们的颜色 也是还是蛮清淡的 而洗衣液 也还没有溶解 还是资金一步在地 而洗衣分 还是一粒粒的 现在来测试 再放进一步 一支架 不是要进一步 一支架 就会稍后 一支架 这是西纹粉的Opiestra 洗衣液 还有我们的洗衣片 OK 那么要怎么去分别 一号二号是属于双性 而五和六号是差不多绝境是中性的那一个成分 而越套13或者14号的话就是它的减性会越强 然后现在我们就为你去测试这一个荧光剂的测试 首先我们就会从这个西纹粉开始 哇 好难啊 这个就是荧光剂的一个成分 那个效果就会挺好 西纹液 还有就是我们的 的西纹片 Biton 接近是没有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要测试它的这一个西纹功效了 首先我放一个西纹箱去选了 开始 可以 这样 好 inference ar 再充分的補充它一下 手机的饭已经是一块铁铁铁铁铁铁 现在我们用一个CG的空间 很清晰 一分钟没有用 音乐 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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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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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